說實在以在地居民 其實今天看到這種場面非常的不忍 也不捨 然後也非常贊助 宜蘭人文是因為董事長 在這邊下跪 都是在 但是我們作為在地居民 我們不會跟這個政府下跪 說實在很不願意看到 我們台灣核一二三廠即將除以 之前 發生核災 如果發生核災 怎麼樣除都除不乾淨 然後這一種事情 發生這麼嚴重 核一二三廠 一年來的事故不斷 我們知道 一個病廠已經到了一個危險值 不斷上升的一個階段 還要 還要重啟 燃料棒這一次如果重啟 就是延長使用 就是燃料棒研議 這個是 非常嚴重世界 9595的一種行為 這樣的事情都做得出來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去做出一個 廢核的決策 然後 不真誠的去面對 核會的處置 就搞東搞西 當然要搞到國外 移下國際 現在呢 要害死 國內的人民 我想 福島核災 很多的災難 這些核災 都找不到什麼 都找不到兇手 超大啦 今天立法院 就學生通過 台灣如果發生核災 我們有一個兇手可以找 看看福島的災民 到底要找誰啊 那些災民到底要怨誰啊 所以 我們不要像福島災民一樣 到時候怨天遊人 我們絕對反對 核一場疫苗機的重啟 堅決反對 核一場疫苗機的重啟 我們喊個口號 停機消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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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以解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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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撬救台灣 逼射 強退 嗶 堅決反對 核一場疫苗機的重啟 天天全都要留意大利亚的利亚